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0月18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五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 的時事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講講中國內地 的更加多消息 也是跟近日 的舊事有關係的 在今天跟大家錄這一節的時候 正正 香港金管局也學人 是搞記者招待會的 中國大陸 的招式 最近香港是全部學齊了 他也學人開記招 金管局也說要開記招 如果開記招有用 你上一次開就已經解決了問題了 怎麼需要等到這次呢 香港金管局也說要推出五項措施 香港金管局也說要推出五項措施 香港金管局也說得差不多 現在兩個地方就是越來越相似了 真是很可悲 短短五年時間 香港就徹底變成跟中國大陸 一樣 金管局也沒有 唯來信用 這個要揭露的是在大陸 上海證監 還有深圳證監 也忽然之間 發露警告的 內地救市 其中一個最大的盲點 就是當熱錢和資金 是顯著地流向股票市場的時候 當局 當權者就開始覺得不滿 為甚麼會是這樣 我們看看 對上十年的情況 大家就會知道 其實這個北京 即是現在 習近平 先不討論習近平失勢的問題 因為他名義上還是領導人 習近平在對上十年當政 基本上 就是有以下的傾向 他上位鬥爭第一時間 但要做的就是把其他權力鬥到 習近平本身 是一個鄉下人 根本就不知道甚麼是金融 金融 是另外一些派系熟悉的地方 例如 是團派 還有江派 江派當政的時候 有大量的利益在這個金融 圈子裏面 你看看過去習近平 對跟股票有關的種種事項 你也可以看到 瘋狂整頓的 就是 想透過 行政權力 將這些金融遊戲 玩家全部都被制裁了 包括這個馬雲 搞這個 螞蟻金服 全部被禁止 你看出一種傾向的 就是習近平 的任來 絕對 不容許金融 無端端賺大錢 這個很大程度上的原因 跟過去 中國大陸跟金融有關的板塊 並不屬於習近平的派系有關 嚴格來說 其實習近平也沒有什麼派系的 習近平只不過 是兩派鬥爭的結果 是一個妥協的產物 當初選擇習近平 就是覺得他 沒有殺傷力 所以選擇他 當然這個看法是錯誤 所以現在出現的情況 就是中共的魔爪 又再忍不住 就是當這些救市大招出現 有很多人紛紛 將錢 拿去金融市場 其實是炒作和提演的 所以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你拿錢 給一個香港人 你叫他好好投資 買居屋 如果 有法例限制 他可能被迫要買居屋 你給錢去買也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給錢 你有自由投資 有哪一個會乖乖地 去買你指定的東西 肯定 是拿去 是不知道炒甚麼的 雖然現在香港也不能炒股票 你會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 金融市場 容易進出 你打半被人賭錢 當然那些人都拿去賭 情況也跟早十年差不多 如果有富幹 拿一塊錢給你去買樓 當時好像買甚麼都會贏 那些人就是會 隨隨便便 幾季都說我看中了就走去賣了 我們也認識不少這樣的人 那些 自以為是富二代的人 然後買貴樓 頂不住要被打把 大有人在 所以當舊市大招出現 你絕對 你絕對沒有辦法停止 那些是大戶 是蓋水的 但是習近平就看不過眼 所以 他要用行政去制止 錢 流入 金融 然後變成了部分的人可以提現 正正這個 過了幾個星期 總結 發現這個就是最大 現在為甚麼救不到市場的原因來的 就是到最終 北京 是忍不住 是不容許 錢 走進去 在金融 即是說 其實很好笑的 你看看北京的態度 現在 上海證監還有深圳證監 出來制止人家沽空 制止人家減辭 你就知道其實根本 是沒有可能救得回金融的 真的不好意思 藍絲又要失望了 早幾個星期 當恆生指數升了幾天的時候 有一群藍絲出來打了飛機 然後就很高興地說 大陸不可以沒有了香港的事實精明 大陸一定要救 都一定要救了香港 他們真的不是開玩笑 徹底 在那裏自嗨 嗨了不夠五天 現在真的嗨了 現在是嗨的嗨的嗨 上海證監還有深圳證監發文提醒上市公司股東 不要觸碰這個違規減持的紅線 股市升 不讓上市公司的股東賣股票 你說多好笑 之後市場交易 不讓你逃嫌 不讓你提演 那就沒有人會玩的 沒有人會玩的話 市場就會倒楣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歡樂天地 如果你不讓 代幣換回現金 那就不會有人跟你玩的了 其實現在到最終大陸也是忍不住 看到那些上市公司 開始在那裏 提演離開 他們就忍不住要出來 繼續透過行政的方式 更加恐怖的是流傳著的消息 說如果做空中國股市者 定當意 是叛國罪 是論署的 這個消息 在微博 是瘋傳 現在這一刻 這條微博在中國大陸是被刪除的 即是說 現在大陸是忍不住要去 行政 去介入 是股市 是任何他看不順眼的東西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什麼時候才算犯法 買又不行 賣又不行 幫你坐火就可以 如果 買了之後不給放 其實根本不會有人入市的 這個道理應該很簡單 但是 中共竟然真的做得出 你只能夠入 不能夠出 這個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是局島來的 到底 誰會相信你的救市大招呢 其實 所以現在流傳著就是 根本 是不會再玩股市的 再玩股市就只會等於變成 幫他坐火 然後 如果你去減辭或者沽空 甚至乎 是會被 當作是叛國罪的 雖然聽起來有點誇張 但是 就算他控告你的不是叛國罪 用其他罪名抓你 那就是一樣 中國大陸的罪名根本一點都不重要 從來的罪名 都是堆砌出來的 所以 短短三個星期 中國大陸 又打回原刑 這次更加嚴重 為甚麼呢 因為叫狼來了的故事 你玩了幾個星期說出大招 但沒有效應之後 就是你再之後怎樣說出 再大大大招 都沒有用了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他現在 還有甚麼方法救市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今節時間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